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讓我介紹一下 你可以叫我TP 就是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叫我的話 但是我剛剛聽說就是 如果說有對某些人講 對某些人講這兩個字母的話 聽起來很像toilet paper 所以 所以說你覺得這個名字不寫的話 也沒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follow我的話 你就去google 隨便google到有網站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字母組合 沒有意義的話 好 沒有人拿手機出來 所以沒關係 我目前是最主要 如果在OpenSource界最主要的幫忙 是在Jungle Girls Taipei幫忙 寫一些教材然後當教練 那Jungle Girls Taipei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一個專門為女孩們設計一個 就是可以很容易入門 做網頁寫程式的一個環境 那我也是MacDone的作者 如果你不知道 這裡好多人用Mac 非常好 那如果你寫MacDone的話 你可以下載來玩玩看 那如果你覺得好用的話就可以不要刪掉 那這是我公司 那我們是做自動化的東西 然後一些環境監控的 那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 如果沒興趣就算了 大部分都沒有 好 正式的Talk 想要 在Talk開始之前想要先澄清一下 我們常常會用UI跟GUI這兩縮寫 那UI這東西 就是UI指的是User Interface 那User Interface 不一定是圖形介面的 即使你是寫一個 例如說Git Git還有一個Command Line的介面 那個也算是UI 那它也是有設計的 雖然Git好像沒什麼設計 但這東西是可以設計的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GUI Graphical Interface 就是它是一個圖形化的 就是有視窗 可能有花束 那有一些圖會飛來飛去 有按鈕可以按的 那但是我有時候會不小心嘴花 然後就講錯 但是如果今天講到UI的話 都是GUI OK 你就自己腦中代換一下 我本來想要用遙控的 但是 微微 這樣有嗎 好 我直接這樣講好了 那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talk 因為我想要一個可以用的GUI framework 那我們要先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可以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東西叫做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什麼東西叫做可以用 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個還滿可以用的 基本上如果說你想要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那你就要好好設計它 然後你要一個很好的介面 然後要一個 對 就是要一個 就要周延的思考 那我想要的東西 我想要可以用的東西 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我想要大概是這些東西 第一個 如果我有一個python的GUI framework的話 我希望有什麼 第一個我希望它可以 在哪裡看起來就像什麼 它的UI必須要是Native 然後它使用者經驗必須要是很Native 例如說在Mac上面 它就是最上面一個MenuBar 那如果是在Windows上面 MenuBar應該是要在標題列的下面 那如果在Ubuntu的話 它的那個視窗按鈕要在左邊 Windows在右邊之類之類的 它可以移植 python本身 你只要可以在一個平台上buildpython 你就可以跑python 那只要python可以在某個平台上面跑 我應該就要可以在上面跑我的程式 那這樣我才有寫python的意義嗎 不然我 何不寫一些平台相關語言就好了呢 那除了在平台之間可以移植之後 我也希望它可以在植一器之間移植 例如說如果我在cpython寫一個程式 就是我可以無痛的直接把它拿去拍一拍在上面跑 或者是有痛也沒關係 但是最好不要就是還需要重寫一個東西 那希望它可以很方便可以deploy 如果可以deploy Python 我應該就要可以deploy這個東西 所以例如說有些就是 如果還需要用py2.exe打包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才可以把這東西拿給別人的話 就會比較不方便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寫python 通常很多人 大部分人吧 寫python至少我是 就是希望 因為python寫起來很好看 很方便 所以如果我想要用python做一個GUI的介面的話 我會希望也可以寫起來很方便很好看 好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有什麼東西 tkinter tkinter 有人用過tkinter嗎 好多喔 謝謝 tkinter是python內建的GUI framework 有人把它叫做pythonde facto standard GUI 就是說它是 雖然python沒有標準的GUI庫 但是它基本上可以算是 因為它就放在標準庫裡面 那它的缺點是 它基本上在任何平台上面看起來都很怪 它沒有在任何一個平台上是native 所以你不論 它非常 它寫起來非常有一致性 所以一致性就是看起來很怪 那它在比較新的版本裡面 有稍微改善一些這些問題 那叫做vimtk就是ttk 那你可以import一些ttk的東西 看起來會沒那麼糟 那它基本上是一個binding到tcltk 這個library的binding 所以它在deport上面其實是 需要多deport一個binding 而不是只要存寫pythoncode 但是因為這個binding 是building在python裡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暫時無視它 然後我們就假裝它是一個 純python的library 它非常的精簡 非常非常小 但裡面也沒什麼東西 所以說你要做一個很簡單的視窗 然後視窗裡面有幾個按鈕 然後可以按按按 那大概是沒關係 但如果你要treeview 那你要table 可能就會麻煩一些 那你還有其他的選擇 例如說如果你用 你在mac上面的話 你可以下載一個library 叫做pyobjc 然後它會提供一個 到objective-c的binding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python裡面 用objective-c的API 那你就可以做 OS10上面的GUI 但是那你就只能在python上面 你就只能在mac上面用 那或者是你在windows的話 因為python可以直接codec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win32API 好 我們就跳過這項好了 如果你用過win32API 大概也不想聽到這個詞 你在genome的環境裡面的話 通常genome的 用genome的linux上面會 多給你一個叫做pygobject 它是對gtk的binding 應該說對gobject的binding 但是對gobject的binding 你就可以用到gtk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做gtk的UI 那基本上在武邦圖上面 很多軟體是這樣做的 但是這軟體 這軟體基本上只能在genome上面跑 genome這個library 本質上可以被po到其他平台 但是看起來就很糟 所以不太有人會這麼做 它們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是專門為那個平台寫的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像那個平台的東西 廢話 因為它們本來就是那個平台的東西 但是你寫的東西 就只能在那個平台上面run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是以上這些 可能除了 好沒有 可能除了pygobject 因為你可以用套件管理器 直接裝之外 其他的全部你都必須要多去pcbinding 這樣你才可以跟clibrary去溝通 所以你在deport的時候會稍微麻煩一些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的API非常非常非常的詭異 因為它們用的API 基本上不是python的API 是 如果是pyobjc就是objective-c API 如果是winson的API是c pygobject也是c 所以它們的API看起來會很怪 尤其是pyobjc 或者是如果說你的需求可以 就是你沒有太多 例如說對c的需求 或是你沒有特別要用pypy的需求 或是你沒有特別要用pypy的需求 你可以使用一些特別的編譯器 而不是 特別的直譯器 例如說 你在windows上面可以用ironpython ironpython 有一個介面可以直接扣.net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用它做介面 如果你用json的話 你可以做awt或swim 那一樣 因為它們也是別的語言API 所以它們看起來會很詭異 那還有另外的問題 就是如果說你必須要用到一些 其他的library的話 例如說 如果你用json 你要裝pillow 可能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好 最後一個 還沒有 倒數第二種 倒數第二種 倒數第二種是binding to third-party libraries 例如說pycute 或是pyside 它們是對q的binding 那他們的做法是 他們先拿一個native library 例如說qc++的library 那你在做另外一個library 那這個library可以跟native library溝通 然後他們expose一個python的API給python 所以基本上是三個 就是在一個library跟python中間 再加了一個library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但要deploy那個library 你還要deploy library跟python中間的binding 所以你的deploy更麻煩 而且通常 因為這些library本身就是self container 他們包含很多很多功能 所以你的binary會非常非常大 那有一些方法可以縮減你deploy的大小 例如說你可以用靜態便宜 但是如果你用靜態便宜的話 就要考慮到授權的問題 例如說qt是GPU或LGPU授權的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編譯的話 就遇到一些授權上的問題 如果你要做商業用途的話 最後一種 那就重新科吧 反正就重做嘛 全部都用python做就沒有問題了 那走這條路最有名的project就是kivi 那當然最近還有另外一個project也還蠻有趣的 叫pyglate 那他們基本上是cross platform 你可以就是你只要是可以compile Python 那可以compile C 基本上都可以做 那他們的python API也非常好 因為他們就是從 全部就用python做起來嘛 所以他們當然是python API 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也會要deploy一個cbinding 那還有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native 因為例如說 Kivi跟python基本上都是拿來做遊戲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定的GI程式 所以他們根本不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打算看起來很native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 例如說一個看起來native的工具程式的話 可以用 但是他們並不是最適合選擇 如果要做成表格的話 前面講一大串大概就長這個樣子吧 之前有個問題就是你在選資料庫的時候 你是要把就是你要讓資料concision 還是你要就是不會fail 那就是通常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問題 例如說三個問題吧 然後我們通常只能選兩個 那如果你畫成文式圖的話就是三個圈圈 我們會想要有一個中間的solution 但是通常沒有辦法我們只能拿到兩邊 ok 就是 沒有任何 在這裡 沒有任何一個選擇是 完美的 ok 那還有 前面提到licensing的問題 如果你用 Python本身是動態 Python的c extension 全部都是動態編譯的 所以 GPU跟LGPU會有一點不同 就是 因為LGPU可以允許動態編譯 所以動態編譯的東西不需要 不需要用GPU或LGPU授權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Python binding 用 就是不開放它的原始嗎 或者是看你想要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你 你需要修改到下面library本身的話 你就會遇到GPU或LGPU問題 那 或者是如果說那個binding本身已經是 例如說pycute pycute 本身是GPU或 GPU或商業授權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一個程式用pycute 寫的話 理論上你的程式必須要公開原始嗎 而且要用GPU ok 因為如果你用pycute 因為pycute 基本上是就是 對 基本上它是一個python API 所以你用了它的東西 那你基本上 你必須要用GPU授權 那對商業用途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有pycute 但是 pycute還是有一些自己的問題 譬如說它不支援python 3 那怎麼辦 好吧 我們先回顧一下 我剛剛到底想要什麼 我需要一個 native的UI 那而且我想要讓它在每個平台上 看起來都很像 就是至少你讓它看起來不像是一個python 就是不要人家一看 這python寫的 那 假裝一下 讓它看起來跟其他的程式很像 我想它可以 我想它可以很容易的就被移植 不僅是質疑器的移植 那也要可以在平台之間移植 怎麼辦呢 如果你想要一個 這都是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不是說 就是說你 今天想要做一個GUI library的話 你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做 但是 如果 如果 我想要做一個GUI library的話 我會希望它可以滿足四個條件 第一個 它必須要直接 binding到 native GUI 就是說 例如說 cute它是 中間還有一層 然後它在 在native GUI上面再疊一層library 然後我對它做binding 與其這樣子 那我不如直接 對native GUI做binding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少 deploy中間那層的東西 它至少要支援 cpython 對吧 因為cpython 在大部分的平台上面 都可以被 大部分主流的平台上面 都可以被移植 所以它至少要支援cpython 好 那 當我在deploy的時候 我不希望 deploy不是python的東西 例如說 cbinding 因為 如果我在其他平台上面 想要deploy cbinding 的話 就必須要在那個平台上面 重新compile一次 那 這就 有點失去 用python的意義了 最後 當然我希望 我希望 python的API 就是它的API可以很漂亮 可以看起來很像python 那 如果說 這個library本身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python的API的話 我可以在上面再做一個 純python的 wrapper 那 這樣至少 我看到的東西會比較像python 所以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最下面 藍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 你的電腦上面已經有的 就是native API 例如說 在Mac上面就是 你的COCA 跟 現在沒有人在用COCA 那個 Windows 那 中間我希望我可以用 純python做 對他binding的 library 那 如果 這個 這個對他binding的library 一定看起來不會像python 因為它下面 它下面的API 就看起來不像python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binding上面 再做一層 API wrapper 然後把它包起來 讓 這個API看起來比較像python 所以我大概需要做上面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從 binding開始講 我希望有一個 純python的binding 但是 但是這個binding必須要 面對一個 不是python的東西 所以我勢必要有一個方法 可以用python 對 不是python 跟不是python的東西溝通 那 嗯 事實上在 在 程式語言裡面 在python裡面已經有這個東西了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透過一個叫做 form function interface 或是ffi的東西來做 那 ffi這東西基本上就是 一個概念 那這個interface可以讓你在 兩個不一樣 在某一個語言裡面 語言A 直接用語言A去對語言B溝通 例如說在c裡面的實作就叫libffi 那libffi是一個c的library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讓其他語言 用那個語言 自己的方法來呼叫c的function 那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library是用 在python的標準庫裡面有一個library是用ffi做的 那個library叫做ctypes ctypes基本上就是python的 python build裡面有包含一個libffi 那ctypes是會用libffi 讓你可以寫python程式碼 那當你寫python程式碼之後 你可以透過ctypes 然後透過libffi去呼叫c的function 所以你可以在python裡面直接使用c OK 這是ctypes的用途 就是讓你可以直接在python裡面 寫c 那最近還有另外一個專案叫做cffi 那可能有人有聽過 cffi是pypy的一個子專案 它基本上也是用來達到同樣母 它也是基於libffi 那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對c 就是它想要呼叫c的function 所以它做的事情跟ctypes其實差不多 只是它們用了不太一樣的做法 那這裡沒有太多時間去解釋cffi 跟ctypes怎麼做 所以如果有人住台北的話 這個月底我被推了一個要講cffi坑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天可以再交流一下 那我們回到主題 GY 好前面那個圖大家也記得吧 在windows上面大概就長這樣 最下面是nativeAPI就是win32 就是cAPI 那中間我們用ctypes去呼叫win32API 那我們再用一個pythonwrapper 去把ctypes expose的API包起來 讓它看起來像python 在windows上面非常單純 在ubuntu或在linning上面 我們用ubuntu來舉例好了 大概就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ubuntu上面已經有gtk加了 然後它已經有pygobject這個binding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所有東西都用ctypes重寫一遍 我們可以稍微重用一下pygobject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是如果說它沒有包含到的東西 例如說system code 我們還是要用ctypes去把包裝一次 那最後我們再用一個apiwrapper去把這樣東西整合起來 這樣看起來就有一個python API 好在OS10上呢 OS10也有一個cAPI 所以你可以用ctypes去包裝它 但是我們通常不會這麼做 因為比較先進的OS10功能都有objective cAPI 所以我們通常會做成這個樣子 OK OS10下面有一個cAPI 就是code foundation 那上面code foundation的其中一部分會有objective cAPI 因為objective c本身就是基於c的 然後它有一個c runtime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用ctypes去呼叫objective cAPI OK 只是我們會需要再多一些包裝 讓objective c的一些細節被隱藏起來 但是這是辦得到的 OK 那最上面我們還是一樣用一個wrapper把它包起來 好 那講了這麼多 以上都是空談 都是我嘴炮的 那 這東西到底能不能用啊 就說一大堆 其實真的有人做 這東西叫這個 OK 這不是我做的 但是這東西是存在的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上這個網站 那這東西 到底是怎麼做的 它基本上是分成這樣 它是一個專案嘛 叫toga 那toga它有很多個 每個平台專用的sublibrary 可以這樣講嗎 OK 例如說在windows上面 它就會用一個叫toga win32 在mac上面它會用toga coca 那在 如果是gtk的話 就有toga gtk 那另外還有toga cute 之類的 OK 那 下面的東西基本上都跟剛剛講的差不多 只是如果說它 是經由 objective-c的話 它中間又多了一個 wrapper API 叫做rubicon 那 這個library可以 讓你直接在python裡面呼叫 objective-c API OK 那 藍色的部分 sorry 藍色的部分基本上是我們OS裡面已經有的 或者是python裡面已經有的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管它們 那 那 紅色的部分基本上只是一個wrapper 所以也不太重要 那 Rubicon 本身 已經是蠻 不能說穩定 但已經蠻可以用的 所以 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努力 就可以使用它 所以重點還是中間這一段吧 就是我們必須要為每一個平台做一個 合適的wrapper 讓它可以用 OK 那 它們可以用嗎 其實也還 可以用 OK 我有做 幾個小project在上面 那 如果你要做簡單的windows 它們基本上已經是 可以用了 那只要再多加一點widget上去 OK 你就可以 使用一些native widget 例如說 這是 Toga 它提供的demo 就是你可以 直接下載下來 就是一個叫Toga Demo的狀案 然後你直接一個python script 跑起來 就會長這個樣子 在Mac上面 那這有什麼東西 例如說上面 這是 在Mac上面叫什麼 我忘了 在Toga裡面把這個東西叫做Option Option Container 就是它可以 上面有很多按鈕 然後你按了會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是一個Split View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個Nob 你可以把它左右 就是左右是分割兩邊的 這是一個Tab View 然後Tab View裡面有一個Table View 那如果你按另外的Table 有一個Tree View 這裡沒有秀出來 這是一個Scroll View 你下面其實還有很多個按鈕 就是你可以直接滾動 這是按鈕 按鈕就是按鈕 按了會有反應這樣 好 這沒什麼嘛 你可以 就是可以在很多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來達成這個狀案 那TKInter不行 因為它沒有Table Entry View 現在好像有 但是 真正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把這 完全同樣一份Code 拿去無邦圖上面跑會長這個樣子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 看到所有東西都變了 那它又多一個Menu Bar 然後上面的Option看起來也差不多 然後下面也是有Table跟Tree 就是排版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是 它的重點是 這是在Linux Mint上面 所以如果你用無邦圖的話 可能會發現它長得不太一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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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東西是怎麼辦到 基本上就是 雖然你寫Python的時候 看到的是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最上面那個都是 左邊那個都是一個Table 但你在Mac上面 它會自動幫你Map到 NSTableView 那在 在GTK上面 它會Map到一個Table TableClass GTK夾的Class 那 雖然你是寫一樣的Python 但是它會自動幫你接到不一樣的API 所以你可以達成一樣的目的 好 那 這是 這算Linux嗎 剛剛那個是Mac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Windows 沒有 目前還沒有人寫 因為 欸有人寫過Win32API嗎 欸有欸 那靠你啊 Win32API超難 對吧 寫過Win32API 覺得它很 就是 超難的 欸大家都 好 沒有人覺得它超難 那交給你們 拜託 好 這是問題啦 第一個 我們要為每一個平台都做一個 就是 我們要為不同的平台 做一個同樣API 所以我們必須要設計一個 就是 到處都可以插來用的API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需要有那個平台的知識 就 就是 做這個專案的人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懂Python 不懂Python也沒什麼好做 那 我們 有人懂Mac 我用Mac嗎 對 那我們有人懂Linux 那我本身會寫寫Cute 但是沒有人會寫Windows 沒有人會Windows 所以 所以 就等你 那最後一個是UI layout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兩個demo 看起來其實不太一樣 那主要他們的差距就是UI layout 對 所以說在UI layout上面還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有一些專案可以專門用來處理這些問題 例如說 那個 Mac上面Auto layout有被移植到其他平台上面 那 它基本上是基於一個叫Castware的演算法 那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Facebook之前 開放他們自己的一個 layout的演算法 叫做Flexbox 對嗎 它是類似CSS的語法 那 基本上也是要用這些東西來完成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Pyb Toga OK 可以去看一下程式嗎 好 我還有12分鐘 我可以 有人想聽Mobile嗎 有 好 那Mobile 就有基本上剛全部的Problem 他們都有 所以你有Android 有IOS 那現在還有人在開發Blackberry 那還有Firefox OS 還有還有什麼 隨便 喔還有Windows 對忘了 不好意思 那 一樣上面全部的問題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 我叫做 它還有一個問題叫做 就是你的 程式必須要上Store 就是你要上 那個 就是在IOS上面要上App Store 那如果在Android上面要上Google Play 那 所以你要一定要把程式包裝成 就是 就是你要包裝成一個程式 就例如說在Android上面必須要包成一個IPK 你不能就是一個什麼什麼打拍 然後就直接Deploy上 就是辦不到的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那還有一個問題 我把它叫做 Paradigm不一樣的問題 OK 那 那關於Mobile的話題 可以上就是LWN上面去看這篇文章 640625 OK 這是今年Python Language Submit的一個Panel 它是由Dr. Russell Keith McGee主持的 那他講了很多就是 就是關於Mobile的東西 但是我們先不管它 因為它講了 所以我就不用講了 那Mobile Support 也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CAPI CAPI其實還好啦 就是 即使在Android 那都是Java的東西 你底下還是有一個CAPI可以用 那當然第二個是Deploy 因為你要Deploy 才可以上App Store 最後一個是Paradigm Mismatch 那什麼叫Paradigm Mismatch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好了 我還有多久啊 10分鐘 好 在那之前我們先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Python現在在IoA上面 其實是不能compile的 OK 那 這東西有人在做 是Python issue 223670 已經有Patch了 那如果Patch 進去了之後 就是你至少可以在IoA上 run Python 那剩下我們才可以繼續談下去 OK 那 在Android上面 當然你可以用Json 這是最簡單的 因為Java 所以你可以用Json 那之前也有人做過 就是在Android上面 裡面跑Python的專欄 一個叫做SL4A 還有一個叫QPython 可能有人有聽過 OK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前面有提到 如果我們想要跑Python的話 我們還是想要跑CPython 或是PyPy OK 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繞過那個 Java的部分 然後去 想辦法去Access下面的CAPI OK 那我們現在有了Interpreter 假設 下一個是 Paradigm Mismatch 什麼叫Paradigm Mismatch 這個東西叫做 UI Navigation Controller 就是IOS OK 那 這個東西在Android上面 要怎麼實作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沒有耶 好 太好了 這樣我就不會被電了 這東西在Android上面 實作要用 這東西在Android上面 兩種實作方法 第一種是用Activity Stack 就是你直接在第一個 第一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拉一個Activity進來 那這基本上是把整個頁面換掉 另外一個方法是用 呃 那個叫做什麼 Fragment 然後在同一個Activity上面做 那如果你用 用Activity Stack的話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兩邊都可以用API 這是完全辦不到的事情 OK 那如果你用Fragment的話 可以做出類似的東西 但是 就是 這看 就是這個做法 比較不像Android上面會用的做法 所以 這個東西要怎麼在Android上面實作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用Twitter的APP來看就比較明顯 左邊是Android的Twitter 啊 Twitter在Android上面APP 右邊是IOS 那 因為Android有Action Bar 所以它可以在上面對待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Android Client的功能基本上都丟在上面了 除了下面有一個那個就是發新Twitter的盒子之外 但是在IOS上面沒有這種東西 IOS的那個 Navigation Controller只有提供左邊跟右邊兩個地方可以放 那 最多你左邊放兩個 右邊放兩個 就極限了 所以它 左邊在Android上面放在一起了 Android還有那個點點點 拉下來還有更多 那在IOS上面就只能散落各處 那這東西要怎麼統一 沒有辦法統一啊 那下面這個東西呢 那因為IOS已經散落各處 下面也用掉了 所以這東西沒有地方放 所以IOS只剩下上面那個 那你按下去之後會有另外一個View 然後IOS還有一個功能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用iPhone的話就是 如果說你在就是你的畫面可以捲動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兩下標題列 它會自動幫你滾到最上面 Android沒有這個功能 那因為Twitter你會很想 就是會很長就是你想要 就是你一直往下看一直往下看 然後看完了看差不多之後 你想要趕快回到上面看最新的 那在IOS上面只要按兩下標題列就好了 在Android上面做不到 所以Android還多了一個Tab 就是Home Discovering Activity的那個Tab 如果你按那個Tab的話 它會直接滾到最上面 OK 那為了完成幾乎一模一樣的功能 就是這兩個APP 為了完成幾乎一模一樣的功能 在兩個平台上面有的 差距非常非常大的 UI 那這東西要怎麼樣做一個 就是寫一個Python Script 讓它可以直接做呢 基本上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是差太多了 那怎麼辦 有個方法那個 全部台有教過我們 就是當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就要把視訊逆轉過來 所以如果你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出一個 UI的API 然後我們就 反正我要這個Widget 我要這個Widget 我要這個Widget 然後把它兜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APP 與其這樣做 不如就是告訴APP 說我想要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然後當我選擇一個功能 例如說我跟 例如說我要寫一個Twitter的APP 我就說我要加三個按鈕 那再加三個按鈕的時候 在Android的APP上面 它會自動幫我加在ActionBar上面 那在IOS上面 它會自動幫我 變成三個Tab 之類的 就是我們在一個更高層次的 角度來看寫層次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指定說我要怎麼設計這個UI 而是我們直接指定我們要什麼功能 讓程式自己搞定說 要用什麼UI來使用這個功能 但這也都是我嘴炮的 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 好 所以回顧一下吧 所以這個Talk 基本上就是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都靠你們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Talk 基本上就是因為 我現在有的東西都不太好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沒有辦法做出這些東西 因為例如說Windows Programming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自己下手的領域 所以 如果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Project 或是這一條路想要繼續走下去的話 還是一樣就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OK 那我提供一個Idea 一些一堆Idea 那也有別人 就是 比如說Toga提供了一些不錯的Solution 那 如果你覺得這個Solution好的話 那就歡迎加入Project 或是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Solution不好 那歡迎你就是也可以提出你的Solution 那如果說 你的Solution 能夠有更多人支持的話 那當然 就是我們也很樂意 就是貢獻Call給你 OK 那 Python在MobileOS上面 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 基本上你現在要把Python 放在MobileOS上面 就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那 至於你要在那個 Python上面寫東西 又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這也需要大家的努力 對 讓我們可以 有朝一日 我希望可以 就是寫個 用Python寫個程式 然後Deploy到 IOS跟Android上面 或 明年的Python 會不會有官方APP 就看各位的努力 好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AnyQuestions 所以 我現在在想著說 假設你今天 Python是跑在Jeyson上面的話 搞不好 你可以把SWT 在外面再包一層 Python的API 好 那 那你就可以解決掉那一堆跨本台的那一堆有了沒的那些問題 那搞不好這樣會比較快 謝謝 對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換別的植疫器 就例如說換成JSON 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轉到JSON 例如說有些人就是會需要用到CAPI 那我們就是我們希望 當然用JSON是一個很好的手術選 在我的大部分用途它都夠了 所以我也有時候會寫很多就是連到Java的東西 但是在有些狀況下是沒有辦法 所以還是會需要一些其他的努力 謝謝你建議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因素啊 就最後一個問題 Next question 我之前有開發過那個Tinker的GUI 但是Tinker的GUI有很多嚴重問題 其實它是它不是ThreadSafe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這個Project在這個Project裡面 ThreadSafe就是你的一個主要的考量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你開發的GUI的流程 如果是直接用 就是如果是直接Binding到Native API的話 那基本上Thread就會是用Python的Thread 對所以就是 因為全部都是用Python的Threading 或者是用OS的Thread 所以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除非OS API本身就不是ThreadSafe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但是只要OS API是ThreadSafe 那就會是ThreadSafe OK好謝謝 謝謝我們的TP 然後這是我們的 獎 獎者的小禮物